基隆市长谢国梁鞠躬感谢议会议员们的指导和鞭策 历经对追加预算案激烈的讨论沟通工房 以及包括各党派议员对新上任市长谢国梁的市长施政总质询 基隆市议会第二十届第一次定期会六月十二号正式闭会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威肯定各党派充分沟通讨论 市政府所提的追加预算案为市民把关荷包的责任 我想今年的这个议事厅非常热闹 也针对这个六项提交大会的讨论预算案 各党派的议员同仁都有非常热烈专业浅多元的讨论 充分展现名义代表为市民把关荷包的责任 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可贵的沟通过程 也看到基隆市文化认同的不同面向 感谢所有议员伙伴议员同仁 基隆市政府各局处首长同仁 也谢谢我们市长谢国良 会期期间的沟通与配合 让定期会圆满结束 而上任市长后第一次历经基隆市议会 各党派议员直询洗礼的基隆市长谢国良 则是鞠躬感谢市议会给市政府的各项建议 特别是有些政策说明推动上没有想到的细节 也强调会更虚心受教 检讨思考未来编列预算以及推动市政时 如何更贴近民意和议会的需求 说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因为看得出来每位议员 你们在专业上 尤其是在你们的选区上 跟对基隆的了解跟关心 是发自内心 而且深刻的体会 民众的需求 那在座的议员给我们提出很多建议 其实我们都很认真的 有在聆听 那有做的更需要改善加强的地方 我们也都有记录下来 在这一次我们提出追加预算的过程中 我们的行政团队也有自己体会到 针对于我们内部的沟通 以及未来在预算通过后 我们要更如何更贴近民意的 来把这些预算跟证件落实 我们自己也深感责任重大 总之我们会用更虚心受教的方式跟态度 来继续的完成 这一次议会支持我们所追加的预算 那对于我们议会 有三组的预算的科目跟项目跟金额 我们也会继续检讨 去思考如何未来在预算的呈现上 跟在预算的编列上 能够更符合议会跟民众的需求 我们也希望能够做更加的改善 总之我们的团队 非常的感谢 而且非常的认同 这一次议会给我们的很多建议 其实有很多建议 都是我们可能还未思考到 或者在做到一半的时候 没有想到某些细节某些点 很感谢议会的议员都有跟我们指导 跟我们点出 所以总之非常的感谢 可不可以容许我一举功啊 跟大家谢谢 那我们在下一次的这个会集之间 我们会更努力的完成 这一次预算通过所做的各项 未来的执行工作 我们也会希望我们下一次 要准备的更好 来面对议会的一个相关 给我们的一个询问跟指导 谢谢大家 议长同志位也特别感谢市议会 联席审查会主席何淑平议员 在主持预算审查时 调和各党派议员意见的辛苦 他其勉市政府听取议员们的建议 共同营造友善市民的环境 连结中央和地方资源 强化民生和经济建设 让市政更进步 大家都是重要的推手一起努力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